电影《间谍桥》描述美俄两国在冷战期间 经过秘密谈判之后 交换间谍俘虏的真实故事 而这样的剧情也在两岸之间真实上演 国防部证实 2006年在越南边境 被中国诱武的前军情局四处副处长朱公逊 以及前组长徐张国 在10月13日获得中国释放 已经从广西南陵搭机返回台湾 而根据了解 我国也在10月底释放了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共谍李志豪 让他搭机回到香港 而这也是两岸第一次交换间谍俘虏 这个绝对没有所谓的换服的问题 他们两位完全是中共在 就是被中共拘禁9年之后 中共同意释放他们回到台湾来 相关换服的包括罗贤泽等人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虽然国防部低调否认 有所谓的换服 不过两岸谈判 要求释放朱徐两人 早就在2013年展开 当时还传出中国要求 以最高阶的共谍 罗贤泽作为交换 遭到我方拒绝之后 从此陷入僵局 这次中国愿意释放两位被俘军官 也被认为是马锡会前的善意 尤其对展开营救工作 将近十年的家人来说 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就这个国家安全局 其实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罗绍合会很低调说 不是秘密 而且为什么这件事情 在10月底就已经发生了 到现在快12月了 才知道 对 当然这个两岸换服的这个事件 这样既然已经开始了 我们觉得就是说 这最少是一个很肯定 我就应该肯定两岸在这方面 所做的努力 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 很漫长的一个谈判 有很多人说 是因为马锡会的关系 之前给释放一些善意 在更早之前 如果从现在媒体所揭露的 一些部分的状况来看 事实上我想在更早之前的时候 蔡德胜在当国安局 那时候都已经 有已经开始都有在谈判 消息都漏出在搜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一次可以算是两岸里面 我们讲真的 真的是往前进了一大步 那不过因为前进一级四处的 这个副处长 我们讲这个朱公勋上校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所谓的徐昌果上校 他们都是 我们在这个国内里面 被中国大陆那边所抓到 最高阶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人家讲说情报分子 情报人员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换府 据到目前所透露的一个消息来讲 在过去的谈判里面 我们就一直希望 能够让这两个情报员 能够回到台湾来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 是 这是我们希望的 事实上我们刚刚在这个 新闻带里面提到了说 这一个间谍桥 间谍桥这个电影 我当时到电影 到这个电影里面去看的时候 其实非常非常感动 你知道 因为他透过一个保险业的这个律师 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美军的这个 一个U2的飞行员 他在进行侦查任务的时候 突然被敌方炮火给击中 但他没有讯职 所以他后来掉下来 套产之后 事实上是被敌人给俘虏了 那这里面有两个政权 其实都在利用这一个 所谓美军的这个飞行员 被俘虏了这一个 那一个是苏联 那另外一个他希望能够得到 国际认可说他的政权 那所以这个 汤姆汉克是他所演的 这个保险业的这个律师呢 因为他其实擅长 就是跟人家谈判 结果因此而奉命呢 他必须要隐藏自己的任务 然后到这个两地 去做穿梭或者是什么 那最后在很有名的 这个间谍桥上面 让两方都画面上面所看到 就是那个时候要换的时候 还在等你知道为什么 怕人家不放人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秘密进行 他愿意接受所谓的不平等 但是争取人权 是 那所以我们刚刚 您刚刚所提到说 是不是国防部在这个事情上面 不可以说还是不知道 还是发生什么事 不过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给国防部一点点体谅 或许他真的外界有很多揣测 可是毕竟这个东西不是大张旗鼓 为什么你知道吗 您刚刚所提到的是 我们在这边台湾 当然是希望什么 是朱跟徐这两个人 他能够回来 因为95年他们其实在越南那边的时候 就要去出任务的时候 就被中国大陆那边给诱补了 那诱补之后97年开始 就一直透过很多的管道说 希望大家能够谈这样 结果那时候 你知道中国大陆方面也讲说 没关系啊 如果你要来跟我们谈的话 很简单 那你们也有抓到共谍吧 他们要谁啊 对 重点就是这个 其实过去在郑小江这个案子之前 台湾并没有抓到 所谓大陆籍的共谍人士 最高抓到一个是谁你知道吗 罗贤哲 他们要我们放罗贤哲给他们 对 陆军通知处 那时候他那个少将罗贤哲 因为是涉入到共谍案 可是这次我们放的是李志豪 对 谈判的过程当中 现在传出来说中国大陆方面 他们其实就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要换的话 你这两个是你们台湾希望放的 我们希望既然没有 中国大陆籍人士的话 那就放罗贤哲好 结果这边有一些考量 台湾这边当然有一些考量 第一个就是说罗贤哲他的案子 因为当时在很多的状况之下 他必须要画面上面所看到这一位 就是罗贤哲 他的很多案子 其实你慢慢要去厘清 因为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泄露了我们跟美方之间 什么链接的这些资料 你说这一个人 对 没有错 第二个是说他当时被关的 被抓到的时间 也跟他们谈判时间 其实距离没有多久 你服刑期间短你知道吗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把这个交换出去的话 可能会让很多人 引起很多的纷争 他有我们很多台湾跟美国的资料 所以他绝对不能回到中国去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像当时 就是在冷战时期的时候 美国跟这个所谓苏联 或者跟其他国家 在进行换服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考虑 我今天把这个人给你 他的重要性 跟其他人的重要性 来比的话怎么算 所以你知道曾经有四个战俘 换32个战俘的这种例子 因为重要性不平等你知道吗 在台湾这边就会觉得说 那你罗贤哲 因为你知道太多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把你交换出去 你把他送到中国大陆去 结果中国大陆那边反而 因此他本来可能还没卸出去的东西 把因此这样把它卸了更多出去 所以这个东西后来就引起了 这个双方面 在这个所谈判上面的一个争执 最后就决定了李志豪 为什么又决定了李志豪 因为李志豪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他已经 他申请假释19次你知道吗 你这样记得70岁了 对 他申请假释19次 然后从军法又移交到一般司法的时候 他也申请了4次的假释 基本上其实他的服刑也差不多时间 如果换算的话 其实也差不多有一个很长度的时间 所以你看到有些媒体会讲说 让他提早 让他提早给他假释出来 因为年纪大了是不是 是 当然这个当然是有人群考量 间谍桥里面那个年纪 其实也很大你知道吗 可是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谈判 所以你看他那时候就是 一个人去换一个人 可是以这一次来讲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其实国家这边 巴胺军情这边 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 尤其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朱公逊跟徐昌国两个人 当时有媒体甚至一度讲说 他们两个是叛逃 曾经有媒体想说 结果不是 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国家其实都保密 他们的家人 其实也都承袭了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一次换福回来 我想官部军情局那边 会找他们来进行一些说明之后 不过按照这个整个军情局里面 他们的内部作业规定 因为你已经曝光了 所以为了他们也不可能再去执行 所谓的敌后的任务 那要隐姓埋名 应该就会 如果还是继续在军方 或军情局服务的话 他就会比较从事内勤的工作 早在展继国后期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当时的话 我们换福的地点是在香港 第一个被换回来的 是一个姓蓝的一个少将 是我们在那边被抓的 然后我们也用一个 在这边 潜伏在台湾的国防部 这边的一个军官 然后两个来换福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换福的名字是什么 就是有个叫林士奇的这一个先生 这个林士奇先生 当时在台湾的 所谓的我们的军情局代号 是零四七号 零四七号的时候 当时他就是最先掌握 823炮战的这个情报员 所以他们都在第三地坏 对 他当时也是这样子 后来被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双面谍出卖了之后 然后他被关 关在北京的秦城监狱 他说台湾第一个 被关在秦城监狱的一个特务 这样 差一点被枪决掉 后来之后的话有没有 后来就是 大陆方面有杀他 就让他有没有流放在大陆 后来是有一个 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立法委员 那时候透过关系的时候 也是把他给接回来 也是在那个什么 香港有没有换服 所以早期的时候 换服都在香港这个地方有没有换